一名男子被送上单载 台上救护车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将他晋级送医 男子的机车还留在事发地点 11号晚间在花莲西建产业道路上 有村民发现男子疑似 骑车自装电杆倒卧路边 立刻报警 送医后经抽血发现酒测值高达1.86 驾驶无适当驾照 无医院抽血检测 驾驶人有酒驾反应 事发地点店赶上 还留着当时的撞击痕迹 地上也还有遗留下来的车体碎片 附近居民也对男子很有印象 做什么工作的 做零食工 零食工 他这个脚 我还是有缺失 以前工作还没有跌倒 都没有去看病 男子本身躲走不方便 只能用单早支撑机车 当天酒驾意识不清 加上晚上视线昏暗 才会撞上电杆 也提醒用路人切勿酒后下车 以免造成危险 记者刘吉祥林秀仪 花联报道